嗨大家好,我是肉妮 今天继续来看超级人赛A组的第二场 前几天我们看完了B组的第一场之后 我就一直有点期待这个A组的第二场 因为B组那个虽然好看 但是毕竟很多是业余选手 而A组这边几乎就是都是当时的顶级选手 A组这边第一场当时打得有点沉闷 但是我相信第二场应该大家会开始操作起来了 回顾一下上一期 Jonathan Dohomo是第一名 Sam Tricky第二 Morvin Rentemire第三 Scott Seaver是上一期的冠军 结果第一个被淘汰了 其实啊,我认为排名第六七八的这三个人 特别是第七一的Jungleman和第八Scott Seaver 反而是这个场上最强的两个人 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 解说又变成了Jesse May和Fear Luck 还有Jennifer Tilley OK,开始第一手 这些比赛 这些比赛 你说我不太聪明了 所以我就是一个疯狂 对吗 我说我都没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都没有一个疯狂 我认为你说你都没有很多东西 你都没有年轻 对,年轻 Same Tricky就是在button上的open 然后Sever 这个小盲是可以3bet的牌啊 幸亏没3bet 这S5DR肯定是要3bet了 打到20k 有点小啊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人open之后 后面有其他人跟住 你的3bet的尺度是要随着 后面有没有人跟住而变化的 而博士桌固定的就要打多大 这里Sever跟住之后 S5DR的3bet应该会更大一点 这样才会给对手更差的赔率 3M7牌了 Sever反而接来 然后S5DR中了3条 而且是顶3条 这个牌面应该只要Cbet就会弃 当然有可能会过牌 因为这个牌面对Antonio来说已经非常安全了 打了24k 这也是半吃出头 这也是当年的技术跟现在的区别 就是以现在的视角来看 你已经中了顶三条这么干的牌面 这个4和2根本不在S5DR在小盲位 先跟一枪 然后再跟3bet的范围里 然后你自己中了三条king 而且你还有黑桃king 你这里打半吃 指望S5DR拿什么牌能跟下来呢 黑桃ace cream吗 所以他这个Cbet加上这个尺度 放在当年来说可能是比较正常的打法 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 是一个根本拿不到价值的打法 这个牌我不介意这里有Cbet 但是尺度一定要小一点 如果放到今天啊 刚才是一个46k的底持 可能就打个10k而已 期待那些ace high或者小的口袋 都能跟一下 下一场 三trek又open了 Sever King Queen同花 这个牌其实还是可以三bet S5DR7也跟 这一场 Viu Helmus和Daniel Nagrano坐在一起 正对着牌桌的这几个人啊 这个视角看还太强了 翻牌 四king10赶上红桃 这个Chicken没有C 那C位可以打了 也过牌啊 这个三人底持 其实有king不是很安全啊 OK 现在听红桃中了 C位还敢打吗 Tricket有红桃ace啊 但是还是过 这是要过牌跟住 还是Chair Chris呢 Sever这还是可以打 Ace 22可以起 但是他好像不太想起啊 确实也可以理解 从他的视角 三trek的连过两枪 而且没Cbet 看起来像是没什么牌 Scott Sheever这就有可能 拿各种牌打 特别是听红桃 包括有10也有可能会这么打 虽然说Ace 22对7跟10也打不过 所以这还得起 看看三trek要不要查crace OK 瑞斯了 到40k 但是C位这有一张king 面对面对红桃过两枪有点不太好气啊 一边又不是很满意自己的牌 一边又觉得这个牌好像有点不能直接气 他的这个表情非常有招牌性啊 因为他平时不打牌的时候 特别友善特别爱聊天的 然后一旦进入了这种状态 感觉就要做一些大动作了 但是这儿他除了跟住 有别的选择吗 这儿如果再race回去的话 会不会有一点太找爸爸 这个牌没必要把顶对转成炸火 如果有一个王子就会有一个王子 但那是这样的 一个浪购乱的 你会有一个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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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会有一个帽子 他可能会有一个帽子 最后一旦 如果是 Trickett有一个帽子 他可以直接叫 像王子 那些帽子 那些帽子 他会不会有帽子 所以 他会有帽子 他会有帽子 你会有帽子 优优的 西博士 他会有帽子 他会有帽子 帽子 然后就帽子 那是帽子 所以他在手掌握着他在帮手掌握着什么 我知道他在帮手掌握着你 对吗? 诶 方片5 非常安全 却可以真的是直接过啊 完全不想 当然过也不是不行 但是这样看起来确实有点弱 就真的很像是这个红套Ace Sever这难道还想再拿价值啊 他这再打出来连King Jack都跟不下啊 这没什么价值可拿了 除非是想要把自己演成听牌失败在炸火 但是确实没什么必要啊 OK 还是过牌 确实这没必要打 即使要把自己演成炸火的话 Sam Tricky那儿拿什么有识的牌也是跟不下 这个炸火抓不动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啊 这个对着客观的这几个人 真的是当年最强的几个玩家 这六个人坐在这儿感觉这个牌桌已经太顶级了 除了当时的Tom Dunn和Phil Ivey没来 从最左边Sam Tricky到Scott Seaver 然后旁边的魔术师 然后Phil Helmers Daniel Nagrano Jungleman 哇 这几个人坐在这儿 这个牌桌太可怕了 这个A组真的是死亡之组的感觉了 Nagrano Ace Queen不通话 这是Cut Off Open Jungleman还戴了一个围巾 这是学习旁边的Rentermire吗 这两个人一起戴围巾 然后穿着短袖 DioHanmo这是大忙的防守 哦 反派出King了 这里Nagrano完全可以C DioHanmo有可能Cat Chris 有可能跟 所以他只想要休息 所以Phil会说 这就是为什么 你会有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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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会一直说 这些东西 但他现在还没有皇帝 所以我感觉我会有皇帝 最有趣的是 这就是他皇帝 还挺大的 Nagrano 这个Ace Queen 放到今天来说 有那么点可能跟 放到当时 特别是Daniel 我觉得应该会气了 Daniel的现场读人 确实是厉害 特别是读那些娱乐业余选手 但是其实对于顶级选手来说 并没有什么优势 因为他是一种 很艺术性的 哈哈哈 他已经竖起了 它还没磋 Nagrano 对食物片 D&D Jungleman 第一手 哦 D&D Nagrano 然后他来进来一个升级 我觉得这是一个召唤 我不喜欢Jungle的升级 升级太多了 有点准备 他有两个超级 对 现在Jungleman可以拆进去 拆进去 可能是 翻牌出发杖AZ两个人都打不动 一个King 这样的话Jungleman还是打不打都行 Nagorano一般来说是打不动的 如果这个转牌是一张小牌的话 Nagorano倒是可以打 合牌出铜花了 但是铜花其实 两个人这里应该不是很担心对手有铜花 Jungleman这打的话 Nagorano真的很难判断要不要跟 一方面呢Jungleman连过两枪 合牌上突然出张4 你在说你是铜花吗 另一方面呢 这个AZ和King都出来了 你的翻牌前拿什么牌 还没中AZ和King的3Bet呢 主要问题是Quinz和Jax这里也打不过 找不到太多能打过的牌 Daniel这个对时最后可能还是要弃牙 TrickKid就是很松 96童花一样open Skot Seiber刚才King Queen不同话都弃牌了 诶,Helmuth来了 Kings 只是跟着 Jungleman Ace Jack童花也没raze 有趣 我认为他想有人再重复 我认为Jungleman会再重复 这里Jennifer和Fillac都觉得 他是期待Jungleman可以在大盲位的挤压一下 但是这种期待有一点太难了吧 Jungleman这里有听后门皇家通花顺 但是还是Sam Tricket比较松 这个牌听后门皇家顺 好像要C 这个三人抵持这里 当然C也不是大问题 但是其实不是很有必要 Jungleman这个Kings 是继续跟还是raze呢 OK,达到30k Jungleman这边刚才说的 卡一张King 还有卡后门的皇家通花顺 OK,还真是跟住 这一跟完以后 San Tricket蒙了 怎么回事 这个平平是我的范围 C一枪被raze还被跟 这要气了啊 不要告诉我他这再raze一下 看看这San Tricket会不会再放一下 OK,还是气了 确实那种疯狂的打法 还是很偶尔很偶尔有一次就得了 Fill Hellmaster 其实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 应该会觉得Jungleman是有Queen的 所以这至少可以拿两枪价值 A heart starts to look good for Hell with right now Right This is the super dream card Because if your opponent had Queen 10 It's no longer good I mean he didn't have it But boy, I wonder if Jungleman is taking a real 又打了40k 这位肯定是跟不下了 这如果是张方片的话 整个们还能玩吧 He said Kings He said he's Queen Kings or something People are more psychic than they actually think Jungleman is good Jungleman is a good player Yeah 下一首 果然啊这个第二场 马上每个人都松起来了 操作也多起来 想比第一场好看很多 He quickly looks at if he said first And then I turn his under He wins that some night I didn't even tell me He actually has a hand Not a, you know It's a raised hand But he doesn't want to get He really just He always does the UN He wants everyone to hold Really is what he wants I just can't believe in this It's cool Fill Hammers 3-4 open Rentimer第一手入尺 Quinn 10通花 The first level I like these kind of clubs This is the kind of hands where you can win all the chips You know where you're at You can let go Yeah,Quinn's a super juicy hand He's the second act 这个翻牌C一下不一定会走啊 卡张Jack 而且后门的话 但是他没C 那没C 那没C的话 Rentimer就可以打 OK也过 也没问题 If he checks again on the turn Martin can take it away 这条6发出来 嗯 Helmus可以打了 所以说Rentimer那个翻牌真的可以打 不然这里转牌上出张不相关 对方一打你是跟还是气呢 这个Quinn是童话 看起来在翻牌上不算差 但是在这转牌上看就觉得有点差了 Helijk C 盒牌成的 sama 对吧,是Nuts 那就很爽了 看个35K的地池,这如果放到现在又是满池超池的打了 那个时候我估计可能打个20K 主要是Helmus这个打的确实不强,看起来就是不像有A 虽然说Helmus打牌很诡异,各种慢打奇怪的路线 但是这大概还是没有A的,所以这打出来不知道朝什么拿价值 可能拿个8或者9的价值,那就得打小一点 对吧 OK,还真的是往大了打 那这就是秒吸牌 5,000 不,那是充满的问题,不是充满的问题 充满的问题 充满的问题,然后充满的问题 充满的问题 然后还碰到了Quins 这儿确实Fail Helmus在演啊,他一边在跟魔术时有争论 假装自己有点上头 然后一方面拿到Ace King,在这3bet 这儿Quins不可能气啊 正常来说是个4bet回去,但是虽然打这么大应该会跟的 Helmus突然觉得,哎哟,看来你是真的有强牌 He's clever, he's decided to feel strong and he's right Yeah, he's so smart But he wants to see if we can dodge this He's clever They're both good Alright, there you go 翻牌,三张小的 哦,他过了 这儿Duhamel 虽然对这个牌面很满意啊 但是可以打 因为他会非常担心牌面上出一张Ace or King 可以打小一点,但是这儿应该还是要打 He knowsDuhamel has a big pair He might just fold here Or he might just see one more card And then Or he might peel for an Ace or a King 打个35K OK,不到半尺 放在当时算是小bet Phil's gonna count at 100, sit for a minute and a half and pass Oh, he didn't bet 100, he bet 35 Yeah, that's why he's gonna count at 100 Oh, you think that's what he's gonna do Quins, Aces or Aces, Kings That's true, I have the worst How's it working out for you? Helmus说他就觉得Duhamel要么是Aces, Kings, Queens 或者是Ace, Kings 反正自己打不过什么牌 That would be so good for me If you were bluffing, I would be happy I'll pat you on the back This is why Helmut has won 13 bracelets He is very very good at reading people Can you just pat him on the back anyway? Just stand up and start patting? I thought you might have the Ace Queen there actually Did you? I didn't know I thought it was Ace Queen I thought you had Ace Queen I thought you had Ace Queen You put me on Ace Queen? You're just cool Ace Queen I mean it's just as dumb as doing it with Ace King I don't want to do I'm sorry I mean it's similar Daniel you have your opinion Why don't you uh You better step up your game Before you start giving me holding directions I wasn't, I was just talking about one specific hand You know? Yeah I know, that's your style You try to find one hand I play bad and bring it up They have played the first level And it has been very lively so far Once again it is Jonathan Duhamel The last heats winner Who is at the top of the leaderboard But only just The rest are all on his tail That's the receptionist You know? lah